2022年也是团结防疫守台湾的一年 那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个最严峻的时候 不会有现在严峻的考验刚开始 发出警告 台湾防疫指挥官陈时中直言严峻的考验刚开始 淘机疫情延烧 台湾连日有新增本土个案 周三又新增一例清洁人员确诊 因为干咳喉咙不适 自行到社区筛检站裁检而确诊 这名个案与先前确诊的三名清洁人员 曾搭乘同一辆通勤巴士 本土的案例是一个17266 因为它是夜班的 所以搬来安排在今天上午 对整体的清洁工作人员 做一个扩大筛检 要安排今天早上 可是昨天下午他就觉得 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 有一些症状 所以他就到社区的筛检站 我们今天有跟大家报告 几个社区的筛检站去踩 那才算结果出来是阳性 目前淘积群聚已经累计有五例 本土个案都是突破性感染 感染的源头还在调查 指挥中心也在淘积设立前进指挥所 由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碧胜 担任指挥官 谨慎起见 指挥中心也已经开始要求医疗院所 准备医疗量能 各个医院大概在针对 比如说我们的应变医院 还有五百床以上的这个 急救责任医院的部分 都会被要求要在这个恢复 或者是加开专责病房 那我们会在下午的这个指挥中心会议 在讨论这个最后要加开的 这一个比例或者是量之后 再跟大家做正式的一个宣布 而这起群聚案中确诊的防疫 计程车司机也已经确定是感染 Omicron变种病毒 因应这波边境疫情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将提供防水隔离衣 给全国国际机场的防疫计程车司机 N95口罩也会提供 作为需要时使用 但罗易军表示 长途驾驶使用N95口罩可行性低 例行还是以医用口罩 搭配护目镜 隔离衣 手套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剑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